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網上編輯報證 向北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讓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知道為什麼會記錯 成龍原字背的名字叫遠流 所以我有些東西是記錯的 有些東西是,是於瞻緣 這才是母生的名字 現在我再說一次,再更正一下 好了,講一下其他的話題 就是剛才所說的 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先講一下股市 美股又有些特別的情況出現 就是這個稻子升了一點 納子就跌了 杜子就39,807.37 升了47.29 升了0.12% 這是長假期之前的 美國的假期不是那麼長的 我一定要講一下 標準普爾500就是 5254.35 升了5.86 升了0.11% 納斯達克指數就16,379.46 跌了20.06 跌了0.12% 有一宗消息 這宗消息很厲害 這宗消息很厲害 這個FTX 他們的薯條哥 即是Sam Bankman Freed 他判了他要坐25年 最初他們的律師團隊就說 判六年就可以了 為什麼判六年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人可以拿回一些錢嘛 但是法官是不理會他 現在這個 這個 證券欺詐欺詐陰謀 就判了他坐25年 這個 這個Sam Bankman Freed 他就是 他的罪就叫做 Security's Fraud Conspiracy 就是證願欺詐陰謀 還有呢 在曼克頓聯邦法院的判決裡面 還說了 這個Sam Bankman Freed 是要付110億美金 那麼 法官 這個 Louis Kaplan 他就說 這個人 未來有可能做一些很 仆佳的事情 非常 糟糕的事情 to do something very bad in the future 他是這樣說的 那麼其實他 他的罪名很嚴重 大規模欺詐和陰謀 導致他 這個 加密幣交易所 和 相關對沖基金 Alameda Research 就是糟糕的 那麼 聯邦檢察官 他本來是要求求刑是求多少呢 就是判Sam Bankman Freed 40到50年的監禁 San Bankman Freed 的律師就說 就說 5年到6年半就成功了 喏 那麼 這個 Louis Kaplan 他就說 這個San Bankman Freed 他做壞事的風險 不可以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風險 是一個媒體的 喏 Louis Kaplan 他就 這個 這個是法官 他就說 我都沒有聽到 這個 Sam Bankman Freed 他為了自己犯下的罪行表示 傲悔 完全沒有聽過他說的 喏 那 這個法官其實已經成為了30年法官的了 成為聯邦法官30年了 這個Louis Kaplan 他還說,也未見過一個人像 Sam Bankman Freed 一樣 在庭審地表現 如果 Sam Bankman Freed 在檢察官的盤問裡 沒有公然說謊 他就是迴避 Louis Kaplan 說 San Bankman Freed 這個名字 在世界各地 似乎 都是臭了 當然現在的情況 是不理想的 對他來說要判25年 當然是慘了 要判25年 還有 當然現在 現在 這個情況 當然是 對於FTX 那些人 其實他們應該可以拿回一些錢 現在的FTX 和那個 那個基金 就是 Alameda Research 他們把錢放進去的人 應該可以拿回所有的錢 但是 當然 本來應該是有錢賺的 他變成沒有錢賺的 拿回所有的錢 本來都會收拾身材 其實就是 但是 這個San Bankman Freed 當然 現在他這25年就嚴重了 San Bankman Freed 他自己說自己 是無辜的 他說 他現在說 他的流動危機 或者管理不善 才造成這麼嚴重的事情 顧客損失幾十億 不是因為欺詐的 就是這樣 那麼 檢察官他怎麼說呢 其實這個San Bankman Freed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拿了那些客人的錢 這裡真的很黑暗 是給了民主黨 和共和黨 拿去做政治捐款 不過當然他也有拿錢 自己個人用 還有 拿去還 Alameda Research 借了的貸款 他是 是 盜用 這個 就是 FTX的錢 糟糕 那 好了 San Bankman Freed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很多人都覺得很失望 我就很抱歉 對每個階段的事情發生 我也很抱歉 他說 他自己的生命 有用的生命 可能已經完結了 這個San Bankman Freed 他那間FTX的股值 曾經是高到320億美金 其實是 其實那間公司如果 沒有這宗案 沒有 這個San Bankman Freed 偷了錢去用 那間公司可能繼續運作 現在可能不止值320億 他自己說自己有責任 其實 嗯 San Bankman Freed 他有沒有辦法 給予一些錢 人 現在我認為 FTX 那些用戶 是應該可以拿回一些錢的 可以拿回一些錢 但是問題就是 本來他們應該還有錢賺 現在是錯失了一個賺錢的機會 其實就是 當然 San Bankman Freed 那些律師 是求情的 希望法官寬大處理 那些律師就說 San Bankman Freed 他不是 由早到晚都打算去掠別人的錢 金融殺手 來的 那 但是 法官是不相信他 這個現實就是 其實 其實 在這宗 FTX 受害的人 有些人 是很慘的 變成了抑骨症 其實是 其實香港經歷過JPEG 我相信有一部分人 都會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香港不僅只有JPEG 有苦主 香港其實還有其他 投資相關的騙案 都有很多苦主 有些是輸了幾百萬 在裡面 那輸了幾百萬 那些人 一定是抑鬱的 那 這個San Bankman Freed 他當然 他的 他的爸爸 其實是 史丹福大學 法學教授 來的 他媽媽也是 史丹福大學的 法學教授 為什麼他會姓 Bankman Freed呢? 因為他爸爸 叫Joseph Bankman 他媽媽 叫Barbara Freed 兩個都是 史丹福大學的 法學教授 我記得是 他們有一個聲明 他們說他們心碎 這個心碎經常用 那麼 繼續為 他們的兒子而戰 這樣說 你說他會不會上訴 就個判刑 我認為他們會 坐25年真的太多了 他們的角度當然是坐25年太多了 那些人都沒有損失 他們的態度就是這樣 那些人的錢其實也沒有損失 沒有損失也要坐25年 那樣 那個態度就是這樣 但是他其實是害了很多人 就是 跟這個FTX有關 那些人的錢 是還沒拿得回的 現在雖然說是有可能拿得回 但是 不知道他能不能拿回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Nio Kay說 他賣菊花也賠不完 其實就是這樣 理論上 這家FTX和 Alemeta Research 他們 因為 現在的比特幣又升了 所以他們應該 就不用輸錢 因為他們本身有些資產 他們 如果 放回來分給 每一個客戶 理論上 他們應該是不用輸錢 但是 現在也是死的了 那好了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這宗案 其實那些重點 都告訴大家 那 法官當然不相信他們的說法 那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 再講講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兒 這是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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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